为了要回应北韩最近的挑衅动作 南韩跟美国今天的联合军演中 向东海岸附近发射了四枚的地对地导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南韩以及美国双方各自发射了两枚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飞弹 精准命中模拟目标显示盟国威吓进一步挑衅的能力 那么北韩昨天发射一枚中程弹道飞弹 飞行了约4600公里越过日本上空之后落在太平洋 南韩空军当天下午立刻就跟美国军机 向黄海发射两枚联合定向攻击炸弹 展现反制北韩挑衅的战力 我是吴一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